歌手退赛 GAI被曝已回重庆 身体扛不住了昨晚,17日的湖南卫视2008歌手的媒体见面会上 周延GAI一改往日形象 脖子上的纹身也用高领毛衣遮住 谦逊地接受媒体采访 没想到,今天便传出GAI退赛的消息 对此,截至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发稿前 湖南卫视没有给出官方回应 随后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 GAI今天中午已经回到重庆 这半年的高强度工作透支 他身体也扛不住了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GAI堪称今年歌手的一匹黑马 首发出场改编的一首《沧海一声笑》 无论作词作曲,还是演唱 都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 原本昨晚记者约好了GAI的专访 但在约定时间前临时取消 在这之前,已经有媒体透露 因为,PG1最近一系列的负面新闻 让嘻哈音乐发展会遭遇很大危机 没想到,风暴来得如此迅猛 随后,有网友在网络上 放出一次GAI安慰和鼓励粉丝的截图 大家乖乖在家啊 做一个有素质听歌的人 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最近嘻哈歌手的一系列风波 会不会影响去年最火的综艺节目 中国有嘻哈 毕竟,中国有嘻哈的 第二季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向让爱奇艺高级副总裁 节目总制片人陈伟求证 他并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分享 在相关阅读周冬宇说自己的颜值 演不了大美女 结果关小彤、杨子尴尬了 来源 据说娱乐周冬宇在采访中 网约表示自己颜值不够 演不了古装美人 结果让关小彤、杨子、唐立新等人 相继躺枪 那么问题来了 以后古装剧的美人们应该有谁演 近日 周冬宇在接受采访时爆了个料 他说 前段时间有剧组找我演一个古装美人 我推掉了 因为 我不是那种大眼睛美人 演这种不是和自己的角色太尴尬了 看到这番话 学妹只能感叹一句 不愧是周冬宇 他好像压根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短板 小眼睛 平板身材 猛X表情包 都可以能拿来调侃自黑 对此 有网友表示 周冬宇挺真诚的 很久没见到这么有自知知名的女艺人了 一MMM 就当这是夸奖吧 也有贴心的网友 安慰说 虽然冬宇妹质演大美人不行 但是 严小佳碧玉的小姐姐 还是很合适的 因为她长了一张文艺的脸 工作 陈香扮演陈香就挺美的 本以为吃过群众夸夸周冬宇就要算了 没想到还会牵扯到其他女艺人 好好的夸奖现场变成了吐槽大会 首当其冲的是关小彤妹子 某微博大V发布了周冬宇 这次采访的内容 结果评论全都在at 关小彤 而且点赞数还不低 这就尴尬了 有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问了下原因 网友还很热情地为她解惑 原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 主要是因为在古装剧《凤求皇》中 关小彤饰演了有皇族第一美人之称的山音公主 然而 看过电视剧后不少观众都觉得 关小彤还是太青色了 完全呵护着不住山音公主的美艳大气 所以才有了上面的大型吐槽现场 除了关小彤的山音公主 杨子饰演的陆雪奇 也被不少网友吐槽 在青云之中 陆雪奇是性格高颚的青云第一美女 让有点婴儿肥的杨子去演陆雪奇 这么个冰雪美人 不少观众表示接受无能 艾特的力量是强大的 杨子看到后还特地跑到微博底下回复说 那么多人 艾特 我 我来了 怪我卡 后来又闪了评论 唐一新也因为在《独步天下》里 演了《女真第一人被吐槽》了 当然 说关小彤 杨子 唐一新的颜值绝对是在线的 三位妹子随便来张街台都是美美搭 但是并非只有角色美女的角色 设定才虚惊 像关小彤在《大错车》里饰演的阿美就很给力 杨子在《欢乐送》中 饰演的邱莹莹很传神 唐一新在《真旋转》 中饰演的齐贵人也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 演员挑剧本还是选择适合自己性格气质的角色为好好 不然很容易产生违和感 成为观众吐槽的重点 你们觉得呢 分享 赞相关热读